Toyz TV 玩具堂 好,欢迎大家来到Toyz TV 玩具堂的深水评测时间 今天的主持是我,Brian 今天用一个新的方法和大家做一个开箱 因为经常看着我的样子 然后说一轮之后才拍玩具 可能有些人都不耐烦 我就试试试试其他行家所做的方式 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就是绝对今次看不到我的样子 不要紧的,我知道 绝对OK,没问题 好,那大家和今次介绍这个产品 先知识明一下今天和大家说的这个产品 我们纯粹集中在历史、军事和产品上的东西 我们一起去分享一下 我们今天用这个方法 就是很多朋友喜欢拍着开箱 其实我一直都不明白 一直都不崇尚这种方式 但是今天因为看到太多的blogger 或者youtuber 他很喜欢慢镜的开箱 那我今天绝对不会去梦慢镜 大家放心 但是呢,我就会把整个过程都拍下来 看看大家是不是真的那么喜欢看着人家 打开个盒子 包装了,有雪梨子 还有呢,有很多一些 背后就有产品的图片和说明 那如果大家想玩得开心 或者玩得小心点 就基本看下这些说明书 其实盒子里应该还有一本很小的说明书 绝对不烦的 就是基本上看完这一部分 再看说明书 基本上都知道如何将 差不多一大半的完成品 组装成为一款 叫做Final Product 那呢,没错了 这家公司就是Forset of Vailer 之前我们介绍过很多坦克车和摄影机 这次呢,就出了一款战纜 其实一直来说,他们都有一个1比78的战纜系列 这次这一届呢 以我理解呢 就是肯定是全新的帽和全新的产品 就不是有部分产品是用当年的旧帽 再翻新 或者叫改造之后 再呈现在大家眼前的 所以呢,我相信质量 一定是比上一代的产品 一定有个之无得及的 好了,那先说一下封面盒 封面盒是极次无形的 但可能呢,它当然不是无形 但可能它想比较到是无形的精细 所以呢,图片里面一幅主画 可以看到其实是画的 不是实物的照片 亦都不是产品的照片 亦都不是产品的照片 很有模型的感觉 好了,那我们去开箱 由于人手短缺的关系 可能在过程里面 又出现论论尽尽的情况 好了 雪梨主就拆了 另外这个叫做外面 我叫做外套 好像一个 方形的统型外套 就扣住 拉出来呢 其实我相信这个做法最主要是保护 因为呢,这些吸索透明 很容易撞崩,撞花 撞到白了 总之就没什么好处 所以它做了外套是好的 即使我这些设计盒 即是有时有些朋友 可能真的拆都拆了 就可以当有在设计盒里面放 当然,我相信你安装完 那些飞机啊,天线啊 小型的炮啊,导弹啊 这些细致的武器 全部都可以放进去 那里面呢 是怎样搞的呢 我是雀仰开了 那我都说过了 我会拍着开箱 但是我不会让大家停的 播放音乐可以 但也更加需要给膀术 即是一次过说完膀术兼画面 看看大家会不会比较 这种 要慢镜 不玩了 怎会慢镜呢 好 来吧 那里面呢 其实呢 它这一代的Foxer Subway 它的做法呢 是非常之考虑到 即是可以用回原装盒 来令到整个产品呢 是可以 我叫即食面 即是不用花太多时间 它可以放入盒 又或者可以令到大家 有一个展示的工具 先看到 开了盒之后呢 可以看到 有个蓝色的海 蓝色的海呢 其实很简单 是一些吸索来的 是一些我们常见的吸索 我觉得这个聪明的地方就是 首先它不需要做一个很大的啤膠 或者任何倒出来也好 它们已经可以有一个海的 情景做给大家 OK的 原来用吸索做海噴色 是OK的 那么呢 小弟呢 都做过一些噴色的吸索包装 可能要注意一下 噴色的吸索 有可能放了一段长的时间 可能龟裂 我不敢说这个会否龟裂 但是呢 之前我们做的那些 有些是会有这样的情况 如果吸索的厚 就好些 现在我手感摸上去都挺厚的 但是呢 始终呢 那些油是会侵蝕到塑膠的物料 所以是有可能 最终它们是会 摆得不是太久都不顶 那我不敢说 这个莫差呢 它应该是 它应该是 噴上去一定是原色蓝色 但是呢 很明显肯定这个浪花呢 一定是要再上色的了 不可能就这样出到 那就是超厉害了 好 其实它不是好像有两个版本 那么我们今天收到这个版本 就是好像那个纪念版 好啦 那大家最留意一定是这些啦 哇 这8只呢 战机呢 摆得很整齐 也都上色 好帥仔 比例啊 d detail呢 我觉得都很合格 因为一比七八 那待会慢慢和大家拆出来看 那 蓝甲的蓝蓝的 甲板呢 就先拍一拍 一会大家都会再介绍一次的了 那你现在看到呢 那个控制塔部分呢 都见到是做了一些 一些轻微的一些 你说旧化也好 阴影也好 就是令到整个控制塔呢 是比较立体化一些的 那呢 甲板的颜色 上色和造型呢 就是比较正统 就是说 没有特地加了一些旧化 我看不到 可能 或者看真的也有 那正经齐齐 那我相信很多 玩家或者朋友都觉得 最重的是这件事 好 那你见到这个蓝甲呢 甲板面呢 千万不要误会 这里呢 这个是脱了的 其实呢 是个 降了而已 因为呢 在我收到这个版本的时候 这个呢 就真的脱了出来的 但呢 不用太担心 如果你看到你买了一只 拉出来呢 就这样放进去就可以了 只不过它这个是有活动的性能 就是降高降低 所以可能在大力的震动之下 它吞得出来都不顶 大家不用担心的 最重要是找回那个甲板 好了 另外这边呢 你会见到呢 哇 都是正东西 有大概是四只直升机 我目测 那这些就是螺旋掌的部分 那些就是螺旋掌的部分 等一下呢 都会尝试和大家装上给大家看看 好了 所以这个 这个吸索都值得一赞的 即是叫做密尽其用 即是不要给你一个透明吸索就算数了 这些盒子插出来呢 其实呢 底里面有很多乾坤的 即是呢 它们不是那么斜的 做一个吸索的 就当给你一个垃圾 其实呢 你除了这种方式的display 在店铺展示 或者自己的家里展示 都好 其实你还可以很传统 好像模型那样 可以有木的台座给你 那打开呢 就发觉 有一堆 的配件 其实就是装了盒子的底里面 这样和这样和大家去分析 看着这些东西呢 有趣有趣 这个呢 这个呢 挺精美的 是什么来的呢 那你就知道 这个特别版的特别地方了 那么呢 喜欢玩模型的朋友呢 一定会喜欢 不是这些图 是这个 都不是这几个字 这几个字是怎么组成的呢 香港一定好啊 但是呢 一堆 看一堆 那堆人仔 好了 清楚了 其实呢 最流行的 所有军舰入人的港 表示一个礼节 通常呢 那堆海兵 军官 都会冻在纜甲板上面 整整齐齐 穿着正式的礼服 揮手也好 表演也好 总之就站在那裡 这堆字 其实就是由他们组成的 那我看到就是 哇 这样有什么好做啊 原来不是啊 它是立体的 即是说呢 其实你旁边看 你真的看到是一些 1比700的人仔 的模仪 那当然 有多精细 大家都想象到 但是 你现在目测 看到 喂 都有东西看过 所以非常棒 这个应该是特别版本的 好了 再拿 这个不用说了 说明书 我就不记得 这一堆配件 是分开的 还是怎样的 那我就丢回到袋里面 所以你暂时就当是 那你见到 你拆的时候 发觉不是 都不用怕的 最重要是 这些齐和无缘而已 对不对 那我拆到袋里面 先看 除了刚才旁边 我们见到两架飞机之外 这里呢 都有另外一些配件 应该是 蓝甲蓝桥 或者叫控制塔 一些的部件 或者其实可能是一些 嗯 雷达 或者是飞弹发射器 之余处理的东西 来的 现代的战纜 就很有趣 跟我们玩开的 传统二战一战的军舰 或者甚至 航海霸业的年代 那些有些大炮 那些 完全是不同的 这些你其实看着 其实不懂的话 真的不知道是什么 好 哇 这个透明的 我知道了 应该是放飞机用的 即是说 把飞机放上去 然后呢 放在战纜上面 慢慢分解 好 这里就是我曾经说的 说明书 没错了 也都暴露了 当然要介绍一下 现在科斯特紫菲娜的新公司 其实是Watterson 他们去承接了 那这个呢 木台座 一会给大家看看 其实这个好像是木的 这些呢 看上去好像是金属的 就是这个 这一部分是不是金属呢 拆了才知道 好了 所以见到呢 这个是另一个组装之后的样式 一比七百 不是不大不小 那放在家里 或者哪里都好 其实都OK 那当然有些朋友 喜欢放一比三百 五十八 甚至一比二百 一比四少有 好了 那这些是很简单 告诉大家怎么装 其实真是懂砌模型的 你或者朋友 其实基本上 就有点不看得 那当然 有些小部分要看一看 因为大家的战艦 美式战艦 俄式战艦 或者二战的战艦 其实很多的排列都不同 这个就是当日他们想还原的模样 那这一幅呢 就是真实图片 那你见到呢 那些军兵就站在那里 砌了这个字 好 那说到艦上的战机 其实呢 和大家说一下 这艘大家都知道 是前苏联的航空母船 其实呢 里面的飞机 其实全部都是 蘇制 或者现在叫俄制 的战机 直升机和战机 都是 那从军事角度 技术来说 没办法 因为这艘其实是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船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很多呢 都要借助人家的技术 或者参考人家的技术 或者是学习人家的技术 或者是学习人家的技术 才能够达置 因为由零到一 其实是挺困难的 好 那这些都 站一站 就可以看到了 好 看看另外 这个呢 就很有趣 其实他应该 我没有猜错呢 他就是 想告诉大家 有这一系列的战艦 你见到 麦蘇里 Hood Yamato Trippis 比斯麦 很多我不能说了 其实超过 差不多十款的战艦 在里面的 那这个台座 其实应该是同一个应用的 但是不用担心 他们不会是这样的 那 那牌子呢 就一定做过了 但是呢 底座呢 是 啤膠 好像是啤件 可能有些地方是共用的 所以他就给大家解释 在哪个位置 就上什么螺丝 但是我都要再讲 所以这里我废话就少说了 保养卡 其实呢 做一只 真的一千元都不用 其实可能 可能是几百元 即是过了五百元 那你有保养 其实你想怎样 吃饭随时都过五百 他还帮你保养 如果真的保养的话 真的都非常开心 那当然 这个是厂家的诚意 多于技术上的保养 大家都明白 这些收藏品玩具 真的保存不到 一生一世的 有时呢 有时自己不小心 或者在原料上 或者材料上的舊化 或者各种原因 其实真的会有破损 或者 开始退息 或者质量有问题 其实保养 我想也是一个很厚限期的保养 但是看到厂商的诚意 他敢把这张卡 其实是 诚意和 信心的 一个证明 所以大家都没期望 那张家是十年保养 电器也是保一年 甚至半年 好了 看到了 这里有星星所写的 卖出后六个月 我想都真的很有诚意的了 其实很多产品都是 卖出后七天 或者十四天 就可以换到一些件 你解释一下 因为很多想想 其实当出火的时候 顺理成章节停 其实配件可能会做多了 或者那些技术 混合了油 都会使用材料 但是过多段时间 其实什么都没了 油不放得久 那些配件也会用完 那厂也不会保存在 因为货币出现 所以很大可能 是很难去维修保养的 所以做卡拉特普维修保养 其实我自己觉得 就不是真的 可以跟电器 或者产品的比较 大家呢 如果想开心点 就仍然是一个 厂方的心意和诚意 好些了 终于 分解了 原来真的做得不错 所有呢 其实是做了 在开武到尽 在开武的时候 在膠上 做了很多木纹 是浮雕 所以看下去 真的好似真 而且有点重量 所以真的骗了我 以为是真的一个木纹 是膠的 好了 刚才那里就是解释了 哪一款的战纜 就上哪一道螺丝 就让它稳妥一点的状态 这个就是我们叫 食蝦片 这个呢 应该是放在膠纸上的 正常都有的 除非真的被人玩过 那这边开了 其实你看到 我不拆光了 那这边就 漂亮很多的 那当然 这些铜片或者食蝦片 都一定会有少少可能性 是有些微微的花痕 不会完美的了 那你觉得真的追求完美 我真的觉得很难帮到手 又说开又说 其实很多这些 我叫colletible产品 其实根本就不是 我们可以比拟的 电话或者电器产品 因为那些做了动捷 过一百万件以上 真的千除百年 过很多的试验 安全性能 稳定性 天气潮湿 温度 全部都经过了 而我们这些 由几百 几十件 几百件 几千件 最多到几万件不等 都不够人家一个零头 因为几百万件 就是我们这些 几万件 叫多的 所以 绝对不能用动 product来说 真的 你可以不听我说 或者不信 但是如果你当作product 当作电话 去追求那种 几乎差不多接近 0 bucks 或者很少 bucks 的完美状态 那我就觉得 你就很痛苦了 厂方就不痛苦了 因为他们已经尽做了 当然 可以做到很好的 都说 你是 你是 模型高手 你是 柯妆高手 很多东西你可以做到 但是一个生产品 其实是手工艺 我叫手工艺 手工艺 其实真的 有少少瑕疵是存在的 或者有少少差异 就是同一个花 同一个点 同一个伤痕 或者是旧化 是不是完全一样 不可能 好了 看到这里整个东西 就是螺丝 让大家看看就算了 我抬了 都不打算装给大家看 这个是全金属的 是什么料呢 搭不到 当然不是贵重金属 一些正常可以使用的 一些比较坚固的金属 所以这个金属会否退色 搭不到 可能会退的 好了 这几粒东西 就是这里 塞进去 就会有少少少 就是 塞进去 车胎的感觉 就不会滑 因为这块是很滑的 很稳定的 放在桌面 好 拍完 螺丝批 可以 最搞的就是 知道我们现在的人 是懒人包的年代 把这个膠水给你 好过稳定的 为什么呢 因为比特利 应该相信你能够用到 这些产品 就不会说 可能不适合 就会很难 好看 用这个盖子 就会掉 纯粹讲笑 我还不觉得 很难看 好 如果战胎这样掉出来 学得我所说 那就好看 好不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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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句話,其實它還有東西是塞,但事實上是有的 所以大家拆的時候不用太過擔心 當然我這樣拆其實就不太安全 萬一真的鬆了,就掉落地,哎呀,抱歉 好,不要令到我們這個節目太來太沉 我可以繼續下,但是呢,可能我會轉去 有時候這些開箱真的不是很捨得 就是開了就開了,對吧? 但你不開就不行的,大家想去開了 其實可能很多開箱的朋友,他自己都不開 他自己都開,他就哈哈,我就不用開了 好吧,鏡頭拍不完,不要生氣了 這樣就不要怪我 好,這些紙都移出來 其實就非常之安全 這裡大家可以看到,有好東西在這裡 一會兒再上去 其實這個紙盒連吸索都頂著就好些 其實吸索是放得很軟的 尤其是你放在陽光上晒 我都差不多可以保證你,但也保證不到 你的吸索很快就完結 好了,其實就很安全的 即是一環扣一環,所以很難不會掉出來 因為其實他的包裝,他們試過訂箱 訂箱有幾個月多高呢? 通常一賣以上,把整個包裝好的原箱 即如果不是一隻 是可能自男一合 可能一箱大概八隻或者六隻 就放在一個高的地方下跌 那怎樣跌呢? 就不是平跌的 就是八隻角落地才輪流跌 sorry,六隻角落地 輪流跌 不是八隻角,八隻角輪流跌 跌跌跌,跌跌跌,跌跌跌 之後可能又再正面地下跌 所以這個是大概多數會用的測評方式 另外還有鎮箱 鎮箱就是放在機器上搖 就是這樣鎮 大鎮多久,這次鎮過萬 其實很快 鎮完之後開 所有訂箱鎮完都要打開 看那個產品有沒有懶度 有沒有那些件都飛出來 如果沒有就合格 因為鎮這麼久 其實在飛機、船、甚至是貨車運送裡面 是很鎮的 即是不停鎮的 鎮箱緊要還是鎮箱緊要? 其實鎮箱更危險 鎮箱內會有些油掛在那邊磨 如果磨到吸收就不會磨掉了 但是鎮箱的破壞性 我認為是遠比於訂箱大 所以你看到鎮箱的箱很厚 包裝很漂亮 它直接訂完一輪 在你面前開箱 其實是對的 就算它不拍都會做這個部分 這次跟大家說了比較多的題外話 其實吸收這個真的值得贊 因為它這裡要重新開帽 所有吸收都要開帽 帽子就沒有鋼帽 啤膠帽那麼貴 但是呢 都要有錢的 而且你做到這樣的情況 就只能配合這隻藍 我不敢說它能配合大和號 可能可以的 但不會太帥 你看到它的浪的造型 是貼著藍的前方 所以就未必那麼理想 但我不排除它可以用到 多於一款以上 這隻戰艦尺碼差不多 因為它不會有兩個吸收 又長又短 都是這麼長 所以你放了太小的藍 根本就不行 那隻藍得有三分二長度才可以用 如果不是有太多虛位 所以吸收都是做過的 但是呢 就不會太貴的 但是你看到廠商的誠意 就是你可以不做的 你做了的話其實就好 因為這個我覺得是一個 兩全其美的方式 一來又保護到 二來令整個包裝更漂亮 令整個產品更加吸收 高了 你想像一下 如果透明盒是怎樣 透明盒沒有特別 就看到下面的紙皮 但現在呢 很帥 那些懶人包 這個年代 真的非常方便 因為你直接在這装 那些細節就可以了 好 那現在最怕的是 怎樣拿出來 我們反轉它 既然我們做得開箱 就遇到做死事 這樣的 那就很安全 你看到船型也做得到 所以我想都很難去 咦 要拆一聲 難怪它破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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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真的沒拆過的 那我就不知它怎樣 其實我沒有必要拆出來 說真的一下 好了 好 終於拆到這裏 看到真章了 好 那 簡直告訴你 是 真的一款難用到 因為它一放下去 其實沒有虛偽的 是適合的 是適合的 很難用 放進另一隻藍 就這樣 那就上色 這些肯定要再上色 就是 同一帽出不了 藍色 就證明了 當你底部發覺是藍色 其實它要怎樣做 正常的吸塑膠 是 例如可拖利件的黑色 透明 其實透明也不是特別便宜 就是透明吸塑膠 所以黑色的黑色 其實看來比較高貴 你試試看 透明裝 不可以 但底部都透明 你發覺有些廠長在用的 其實真的沒那麼好 但如果噴色的吸塑膠 是會裂的 這些原裝就用 但一定要大量才行 所以看到其實廠方有投資了 如果它做個量不夠 其實它也是 沒那麼便宜 好 那大家真的想看看船底 當然不會令大家失望 就是這樣 小弟小時候是模型船艦 這個船的防塑油的層色 我覺得是非常正確的 因為據聞都好像沒有什麼特別色 寧願都是這隻色 幾十年都這隻色 好 見慣見熟一看就知道 有沒有油錯油 好 趁這隻藍還沒裝好 我們裝一下細節 上次看直升機 其實它們都帶給大家很多驚喜 因為職工精細 其實這一款是全新的模型 我覺得真的不用擔心 不過跟大家說 其實很多它們說 舊的模型翻新的 我都說是全新做過 因為舊的模型真的 是近玩具比較多 你說 用模型來比擬 當然沒有這麼精細 但據上色來說 一個成品來說很滿意 精細度 至少你不覺得像玩具 現在什麼都沒裝過 不過大家要知道 我什麼天線都沒裝過 那你看來已經覺得 你也知道我們很尷尖 嘩 撐不住 搞錯 玩具這麼膠 現在看來整隻沒有膠的感覺 那你說是不是Dicast 這個系列也強調是Dicast 船底是Dicast 船底是Dicast 因為頭看了說明書 但船身呢 不是的 你摸都摸到 很多原因 因為很尖的位置 其實Dicast 未必下下那麼完美 反而ABS 出來的外形 是最接近 你想做到的比例 或是還原到高 當然不用說 上色也會好一點 現在你看到我兩個升降台 一個上升 一個上落 這個位置就安裝了 那些 導彈 飛彈 那些位置 這個時間呢 我們就看看 剛才大家很懷疑 那個 升降板 沒有啊 跟我們砌模型一樣 其實就是這樣拿出來 打斜就可以了 這個 原理大家 不需要我解釋了吧 那你打斜就放回去 因為我現在對著鏡頭做 就傻地的 手的深淺度 就不太準 那再放回去就可以了 那你要升低 就是降低 就降低 那就沒有活動的了 即是沒有 你按按按鈕會升 就沒有了 那你自己放 那因為其實 航母乳狀態呢 航母乳狀態呢 極少極少 就去到中間的 那當然有啦 升飛機那個飛機 但正常你都會見到 其實更加多的時間 是開了 即是去到頂 這個應該是安全問題來的 那你整個大個洞 大個洞在這裡 你真是 找大一品 明白嗎 好了 那只要是作戰狀態 才放下下來 將飛機很短時間 升上來 升上來了 在那裡排 然後在那裡起飛 先拍一下吧 我想大家很想我看到 會不會弄出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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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是聰明的 這些是從小到大 那如果你呢 相報會裡面 當然是不要犧牲 這一筆底的圖案 或者這些東西 兩全企尾的話 很大 弄出一些膠水 不是我那杯茶 我就一下子扯開去 所以我扯開 不見了 裡面都弄出了 其實我很不對 我在箭纜上面 我就是撕這些 應該大家上面的畫面 看不到 就是弄完的 沒那麼差的 沒有我自己 那產品我又覺得 你眼睛都沒問題的 那其實這些飛機 我覺得如果出廠 那大家猜一下 我當然不知道 是吧 我可以問一間廠 但我轉猜一下 一隻都要幾元 不要搞錯 那你開墓呢 手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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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出來之後 這樣膠的 膠類真的不是很貴 現在的石油跌到負 石油起貨跌到負數 那就有錢蛋了 但是你人工 其實最主要是人工 現在最大監獄市場 最大的敵人 成本敵人 就是人工 很多以前做到 你記得日本的扭蛋 上色的人都上色 那時候在深圳 或者東莞 那些地方 整個山頭幾百人 全部猜一下很厲害 可能比我和你 就不停在那裏扭蛋 好便宜幾十元就猜到 好多隻色 大家如果要去玩 記得了 那些白鬼夜行的那些 其實要看底部爆 今集說話 不知道大家喜歡不喜歡 但我覺得老餅的朋友 不要老餅 成熟的朋友好像我一樣 好像是 好呀 飛機走出來了 嘩 嘩 好精細喔 見到嗎 那你骨頭裡超雞蛋 那當然有些色雞 好像過界 但是看我的手 我的手紋都拿出來 你遠看一定不會是這樣的 這個已經是大個實紋 兩倍了 是不是阿弟 有飛彈的 都好像嘗試做一些 深線的東西 嘩 所以呢 我相信價錢真的不少 色尺模型的 或者有些 看我們節目的 也知道 這隻就這樣拿出來 將兩個紅色的軍匪 貼上去 或者是印上去 接著這個黑色的機艙 這樣就行 就不會有這樣的效果 當然這輪當然不能動 但它的型沒有什麼走雞 在分散度 這個軍艦裡面 主要兩個戰鬥機 其實都是蘇仔和鵝仔 蘇33 其實就是蘇27 海上型 好 開心 了 真正的 這隻藍上面 有兩款戰機 就是米格29和蘇33 蘇33 剛才說了就是蘇27的海上型 即是翼開接 或者是 起動的距離 需要短一點 這架全部都是蘇33來的 除了雙翼的位置 就是前面的小 我叫小 前面的小雙翼 這個也是蘇33的特性 好 再看看另外一部分 這部分應該也是很帥的 嘩 有兩隻直升機 但其實都是我兒子 蘇仔的直升機 希望大家也喜歡看著這個鏡頭 不知道是不是很出身 嘩 嘩 這些聲音 買玩具來說 刷玩具是一個享受 我絕對不覺得是一個不開心的過程 如果是的話 就沒有人買玩具 很多朋友喜歡刷 這裡是有兩款直升機 看回一些資料 應該是 艦上主要是四種 軍機 這些直升機是負責反潛和偵測的 兩個狀態 就是摺好翼 螺旋掌的話 嘩 有一個很小的車子 這就是艦上的 應該是拖車 或者是裝 藍甲板上的CREW 這輛車 也是 上了色的 我覺得盡力了 你不上又差很遠 這樣拍出來是沒有這麼漂亮的 如果你放回一個相同的地方 就是一個場景 就是那個 那個 藍上面 那你覺得好很多 當然 現在這個位置我放錯了 好 直升機 近鏡拍一下 玩的要小心 上了色的ABS 大家也知道 玩核彈也好 上色核彈也好 上色核彈也好 或者自己砌榮刀 這些是最容易懶的狀態 所以真的要小心 不要太操心 大意 可能會把螺旋掌摺爛了 嘩 飛 這樣就看得不錯 看得到 飛機多麼小 接著是人手 飛下去了 對不到招 嘩 軟體多正 OK帥 你要看一看手多大 那你覺得 你游不游到呢 這些毫無疑問 我都可以回答你的肯定手有 你不是讓人可以用帽 用帽具去做 最主力的那些拆出來 還要拆到螺旋掌 上了色 沒問題 這個就是ABS 所以 要小心 你看到它有少少 軟就沒有軟 沒問題 都不錯 因為上了色 這麼幼 很多時候在廠 其實自己游過都知道 你太強 或者腐蝕性太強 其實會自己捲 四條 一摸上手 你知道是鞋 是上了色 為什麼它不遮完色呢 這幾個原因 如果用帽子原色 ABS通常會有光澤 你這麼幼 你不能用帽子 即是牙色 你混不出那些材料 所以 要上色 上色 就是跟船底色一樣 如果你有它原色 它就有些光澤 那你又說是膠 現在你一點看都不膠 兩者你們選擇 或者玩家選擇 我相信大部分玩家都會選擇上色 其實還有一排 如果你說要配件 其實是連隔來說 連隔來說 連隔來說是三排 這就是剛才那些 擋住噴射機 起飛的時候 那些 汽流的擋板 剛剛我用了大約十分鐘 多些時間 就完成了 我就不是用傳統 即是放在木座上面 有牌 有螺旋掌 就省了皮 就當在水上面的狀態去做 因為我覺得這個吸索是不錯的 真的 好過放在座上面 這麼悶 那麼 飛機 直升機 那些都放進去 不太多 8架飛機 有4架直升機 有1架運輸車 這架很小很小 那 就 不麻煩 如果你說相比上次組裝直升機 上次的坐牌比較大 因為比較難組裝 還有有些必須用膠水 這次我偷雞 其實很多地方都不需要用膠水 那當然 假設你不要裝置戰艦 就當飛船這樣玩 那就足夠了 所以呢 現在這個狀態不錯 剛剛有架起飛 另外一架等待起飛 其實這個形態的戰艦 我自己覺得都 挺有型的 因為 它不是我們常見美式那種 是靠 彈道發射 它就要靠船上面那個傾斜的 好像15度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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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到飛機 戰機是有多些的時間 是 急速爬升的 那如果你說現在這樣看 其實呢 就很精細的了 其實就好像自己組裝一樣 那當然 要求高的 就另一回事了 那 我幾滿意 因為其實沒有記錯 700港幣左右左右 普遍零售價都是這個價錢 那 那 買戰艦都好像 是不是200多 有模型 可能是300多 新款那些 我不是很清楚 那 所以這個價錢呢 我就覺得 經常說一句 將心比幾 那你就覺得 值不值自己決定 那 那 過程裡面呢 就 比較容易組裝 所以滿足感幾大 有小小覺得自己小時候組裝模型感 那當然 大部分都假手於人 那 所以就 零色開心的 不用組裝 但是又好像組裝模型感 那 你被人組裝了這個價錢當然做不到 被人組裝 四倍都不行了 可能 因為真的要花時間 那 所以呢 嗯 我自己覺得 挺個人的 之前呢 打算拍這個 影片 當然是 戰戰兢兢 除了很多原因之外 還有就是 本身都會這麼精細 會不會 很 處理不到 有些 有些 魯花眼 幾十歲 就是擔心不到 但是 其實這個擔心到 可能本身現代 沒有這麼複雜 反而 我們還可以處理到 所以 如果這個鏡頭 剪了吸索的位置 其實這個吸索真的很漂亮 可以做到 那種 就是 高手才做的 那種地台 現在他就很簡單 幫你做 那我發覺 所有的亮點就是 其實就是 這個吸索地台 海的 地形 海的造型 或者 加上戰機的賞色 那這個真的 我自己覺得 非常之有趣 真的有趣 真的有樂趣 有樂趣的有趣 做一個 蛋黃色線 就是 有些東西 帶來 有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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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